要有请天德圣教念至圣堂 毛蒂圣博士 有请毛博士 大家掌声欢迎毛博士 张教授好 各位师长还有教尊大家好 那我在这里的话 我就分享我这边的简报 然后跟大家快速的说明 就是我们天德圣教的意志主宰 其实我们天德圣教跟天地教一样 我们都是奉行20个字 然后这20个字呢 中述联名的正义性人工 其中意志主宰 就是我们的观圣地君 那我们天德圣教是怎么纪念观圣地君的呢 主要是在圣诞日的时候 我们会诵念观圣地君的经典 然后就是重点是在于 除了诵念之外 我们还要奉行 就是诸贞先佛们的教导 其中观圣地君正好是意志主宰 那我们对观工的认知 往往都是取决于神话 小说戏曲 还有历史的形象 但是我们对他的认知 往往都是英勇 还有忠语 但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过很感谢就是 玄门正宗 还有就是各位先进们 都一直在发扬 观圣地君的精神跟经典 所以让我们慢慢的 有这个准神可以依循 不过天德圣教成立的时间是在民国初年 那时候观圣地君的信仰虽然同伯 但是也像张教授所说的 很多人都是亚乡对白 他则相跟着拜拜而已 但是不知道怎么实践 那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观圣地君慈悲 也到我们天德圣教这里 告诉我们的宗主 肖昌明大宗师 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就这样下了这些经典 主要是抑制主宰感应佛真言 观圣地君他是一个 我们的印象就是他骑着赤兔马快马加兵 会冲向战场 同样的我们有难 他也会现马上感应给我们知道 因为这是他跟我们之间的意气 所以他意气不是只有在 刘备张飞跟曹操身上而已 也在我们的身上 另外一本城市正道指南 则是我们在讲解20个字 每一个仙佛如来的一些典故 跟他的精神 然后五圣地君真经的话 则是观圣地君亲自指导说 这20个字每一个字要怎么做 所有的仙佛里面在天德圣教 就只有观圣地君这么做 所以观圣地君他为什么要维系这个意 因为这是天地人 三者连贯在一起的一个意理大道 然后再来是五圣地君殉 其实观圣地君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在训练我们这些孩儿女 就是要怎么样回归本人 然后呢而且他当中有训斥 但是也有关心爱护 这三种情绪拼用 就跟我们的父亲老大人一样 在天德圣教里面呢 我们是一个讲求旧结的宗教 就跟其他诸多宗教一样 我们就要一起努力来改变这个社会风气 然后观圣地君渊源是他的成神 就是经过累劫的怨气 因为他过去就是 因为就是曾东吴的时候 拜祖迈城有这个历史的一个渊源 所以他就是要醒到这个怨气 然后后来逢道教的三十代天师 虚敬天师救度 才成为了丛林真君 开始列入先班 然后在1927年也就是丁卯年的时候 由群仙宝作为中皇上帝 玄陵高上帝 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做为什么 就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颠护者 所以在我们旧结工作里面 他是负责引领我们向善 止恶 然后时时刻刻显应时时刻刻提醒的 一个角色跟存在 而且每当就是劫难降临时 观圣地君都是第一时间为我们党灾 党结 甚至强调说我们要透过教化 来改变世人的风气 这是观圣地君的使命 所以在意志独宰感应佛真言中 这虽然短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取义是非为义事件 财无狗得 难无口勉 事行不行 言之不知 荣辱修问 顺理则疑 其实这里面是我们最基本的道理 也是意志主宰 就是观圣地君所告诉我们何为义 其实互信之间则为义 然后互行之间则为义 然后一切顺底成章的奉行这个大道 精神 其实这就是一种意义的表现 然后在同这些经典里面总结的话 主要就是观圣地君教导我们要宣法 把正确的知识讲出去 像这次非常感恩教尊 能够有这个机会 就是让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论坛上面 就是连续几年下来都不断的在宣法 互相的交流 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感慨 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改变这个社会 把正能量灌输下去 重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实践 我们要透过 我们知道知识 智慧之后 我们要把它做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醒悟 然后醒悟之后我们就要秉持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称义的表现 所以观圣地君这里还有三个提醒 要告诉我们这些儿女们 就是我们要悔改轻慢的行为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文经教 可能会认为说我们已经很懂 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反省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懂 还是继续努力的 成而行之就是一心不乱 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奉行 这个大道 然后误怀疑恶 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大道就是产生的 就是我们有问号 我们要追求 要不断的去抽试剥茧 没错 但是我们不能够两舌就是轻慢的 就质疑这些东西 所以天德圣教 要怎么样纪念观圣地君的圣诞呢 还有列位牵针的圣诞呢 其实我们是把它的精神作为学习 在诵经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是在度自己 也是在度大众 也是在度三界 其实三界先进度 大概念完经之后 重点是要记在心里面 然后再把它实践出来 这样子社会就可以慢慢改变 就好像一个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蒲公英在这里 但是我们只要 这个力量就像风一样 吹过去这个种子 就会散落在这个整个世间开花结果 然后在这里也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也谢谢大家 然后我把这个画面还给张教授 谢谢 好 我们掌声谢谢毛博士 毛帝圣 毛博士 讲得非常的清楚 有关天德圣教 如何来敬拜观圣地君 我们知道官帝他跨的教 除了如是道以外 很多教派 我们在明国 甚至于清朝 或是远一点的 在明朝 我们中国创造出来的新教派 像一贯道 罗教 那天德圣教 天地教 都有敬拜 观圣地君 那今天听到天德圣教 毛博士的分享 我觉得相当感动 尤其他把官帝的 在天德圣教 在肖昌明宗师带领下 跟官帝神通之后 提了几个代表性的经典 其中四句连 我们台湾网友说 四句连都有背骨 意志主宰感应佛真言 这四句连里面的八个句子 把官帝的精神 把它展现无疑 我们再一次感谢 毛博士 毛帝圣